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马林侧人抢拉鞋线 连续拉 这也是给大家带来 漂亮 哎呦 只要稍微一长 对方拉起来就非常的能使上劲 王浩 王丽琴 德国的波尔 他们几个人之间的一些比赛 这场是2005年的世界杯 波尔和马林 波尔他这种中远台的缠斗的实力非常恰亮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 在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王浩是发挥神勇 战胜了王丽琴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男子单打的决赛 大家看到的是 反手推挡很稳定 正手的进攻 是异常的犀利 这个球是王浩的机会 已经把马林逼到了原台 2007年的世界杯 王丽琴的大开大合 在这一届的世界杯上 柳成敏是战胜了王丽琴和马林 进入到决赛 最后输给了王浩 2009年的横滨世平赛 男子单打的半决赛 这两位选手在北京奥运会 都是没有拿到男单的冠军 半决赛是王丽琴和马林的七局大战 王浩是战胜了马龙 王浩的二次反应非常快 2006年的世锦赛团体赛 王丽琴对阵波尔 又是中阳台的队拉 在正手的这种实力当中呢 王丽琴是当时中国队 当人不让的最强正手 王丽琴呢就是他的反手 进攻的能力 相对弱一些 反手中阳台是扛了两板 反拉了两板 2009年的卡塔尔公开赛 南丹决赛 这场比赛呢最终是波尔战胜了马林 两个人在比赛当中呢也是神球不断 还有 马林的正手就是变化很多 一球马林是想放一板 波尔放得很高很赚 波尔已经是倒在了地上 哇可以看出两位选手这种手感啊 波尔的一板跟回头结束了比赛 科威特公开赛 王浩对阵波尔 王浩对波尔的胜利是非常高 这种两面的弧圈 事实上我们更多的看到就是王浩在中静台 他这种两面的弧圈 事实上王浩在中眼台他的正手的实力也是很强 2010年大中杯 这是一个商业的邀请赛 男子单打的决赛 这个球呢是往下磕了一板 事实上呢已经是变成了一个下旋球 看马林的这种神反应 这场球最终的胜者啊也是波尔 这场球最终的胜者啊也是波尔 这个球呢波尔已经是砸的球已经出了场地 这场球波尔的状态非常好 这场球波尔的状态非常好 这场球呢 两个孔出场 两个孔出场 太远了 2-1 整个的职业生涯班中呢 马林 波尔 波尔 王立琴 四个人这种对战是非常的多 王立琴是78年 马林是80年 波尔是81年 然后是83年 205年的市井赛 南丹决赛 在市井赛 王立琴是50年 2005年的市井赛 2007年的市井赛 2009年的市井赛 王立琴都是输给王立琴 王级琴 梅琴都是输给王立琴 比赛呢 最后的胜者 也是短的 博尔在状态好的时候 最是让我们感到很强大的独特的东西 博尔在奥运会的成绩 等体育班 2007年的市井赛 南丹决赛 这场比赛呢 马林是在局数3比1领先 第五局小分7比1领先的情况下 被王立琴逆转 这场比赛也是贡献出了非常多的神情 马林勾回来 各有所求的 还是领先 马林在兜侧选 对了 帮帮反手了 哇 中油啊 球阵哦 反手 背面放到高球 非常的转